台中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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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三議之後 然後開始去關注這個議題 今天蠻開心的 因為至少人比以往多 很多 那我感覺到這議題在台灣目前 開始慢慢的又在被大眾重新注意 所以 整體而言我覺得是蠻 是覺得開心 就很開心 我今天跟團體一起來 電音反合太不對 因為我本身也是電子音樂的創作者 對 所以就很自然的 就一起加入這個行動 這樣子 我們為愛人類 用人民所創作的電子音樂 且深知電力 對於電子音樂文化 以及其他人類文明發展的必須性 我們的真實音樂 且最深電力生產過程的重重風險 能夠用 所以我們分開 音樂 電子音樂跟活動之間的關係 我覺得 他在 就是 呃 就感覺說 電子音樂在社運的這個角色而言 他是很能夠 鼓起就是大家群眾的一股 一種凝聚的力量 對 而且電子音樂 相較於 就是 比較屬於是我們這個世代的 音樂 也許在早期可能是民歌 或者是搖滾樂 可是我覺得在這世代的話 電子音樂是很能夠代表我們的一種 音樂的風格 對 所以 呃 在這次遊行當中 使用電子音樂的話 我覺得是效果非常好 可以說社運的活動嗎 對 其實我 呃 我覺得是 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 比較 呃 參與社運的比例其實蠻大的 像之前旺中 或者是離家事件 或者是 爐根 然後怎麼做這種 年輕人其實比例蠻多的 我們這輩20到30歲的年輕人 其實算蠻多的 我覺得 這個世代的年輕人 呃 開始會去慢慢的去了解 自己的 社會 過去的歷史 包含到現在 其實歷史 跟現在是息息相關的 我們 因為我們現在的年輕人 開始會去懷疑 開始會去想說 為什麼 為什麼現在 是這個樣子 為什麼我們台灣的 現在的環境 是這個樣子 到底在這個過去 到現在這個環節 是哪裡出的問題 其實現在很多年輕人 我們很想要去知道 所以 自然而然的 在當下很多事情 社會運動或這些事情 他們也會很樂意去參與 因為 他們總覺得說 過去 曾經有一段是空白 對 那他們藉由參與現在 然後慢慢 再了解未來這件事情 所以我 而且 這樣現在是 網路 網路媒體 算是 好的一面的現象 我們的資訊取得比較方便 而且我們 比較好 容易跟互相溝通 可以很快速的召集 反而比較好號召 我們這時代的 我父母 家裡的話 其實比較 還沒有去 把這個訊息傳達出去 因為家裡的觀念 其實 還需要再勾工 這樣子 你本來是高雄人嗎 對對對 然後你家人 就是在高雄有行嗎 呃 沒有 他們應該沒有吧 對啊 其實 對這個議題沒有特別的消失 對對對 對對對 其實這個是事實 對啊 那這也是可能是接下來 其實我覺得我們這一輩 年輕人很多都要面臨到說 跟父母或跟家裡 去談到這個議題 你說我們這樣反而 別人會有什麼反應 對對 去跟別人 有些人會說這是政治問題 不想管 對 有些人比較難 你為什麼都 每次都會來 不出來的話 就被國民黨 老早就賣掉了 他一直要賣掉台灣 要毀滅台灣 國民黨 台灣這個不正常的國家 有不正常的制度 造成很多不正常 不正當的 既得利益 何能 也是一個非常不正當的 既得利益 其實一般台灣年輕人 不太會參加遊戲 因為其實很多遊戲 都是比較政治性的 我覺得這也是我們 年輕人參與社運 現階段而言 所遇到的一個 補片性的問題 這樣子 我覺得他們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我覺得重點是說 很多事情他們並不知道 因為現在媒體 並沒有讓 一般的民眾去知道這件事情 對 那也是因為 年紀比較長的人 他們使用媒體 也就是網路的 機率比較低的 目前還是比較屬於 就是一般的 電視媒體 這樣子 所以 所以我覺得 只要是 能夠把事情的 核心 把事情的真相 傳達給他們 我覺得他們是 絕對可以支持 一個難題 你有跳舞嗎 都是那個後面 很多人在跳舞 喔 鼓勵跳啦 跳舞 拜拿會 對 不可以 我會搭 整個那些孩子 所以你畫面 很小 很小 一頓飯 啊